是不是就是因為中國的軍機一直繞台灣嗆聲 所以現在F-16V要升級有高的火力 但是來看到是不是兩岸之間的軍委一直不斷在競爭 說我們F-16V要升級對不對 說中國那邊也增加了很多新武器 部署在台灣沿海的對岸 這次F-16V它的確在經過整個美國同意出售 以及構型的談判 談判完成以後終於第一批試駕已經要出場了 而且美國會派試駕官來在台灣進行試駕 這時候就有媒體問說為什麼要美國人來試駕 是不是因為怕F-16V的一些性能參數 或是又等等有邪密的問題 其實當然你看因為你等到試駕完成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現在大概還有144架到145架 左右F-16要分別一直要進行性能提升 大概整個第一批試駕然後做完之後 由美方的試駕官來完成試駕以後 這個時候接下來就會很穩定的這個數量 大概差不多一年大概差不多40來架這個速度 大概在2019年左右到那個2020年之間 大概要把它全部把它做完性能提升 為什麼要做性能提升呢 因為我們知道以F-16戰機來說 它是在1990年代 當時小布希政府同意出售給台灣的 那當然小布希政府同意出售給台灣以後 我們在台灣中華民國空軍已經服役了 大概有20年 像今年來說今年是接機第20年嘛 那既然已經一個服役20年的這個飛機 如果你當時接收這個裝備 預計使用大概30到40年的話 那你20年是不是大概到服役的這個中間 一半的地方 1997年左右交機的飛機 到你現在2017年服役到一半 到202027到甚至於到37年 它要太除的時候 對不起 這中間隔了40年 那你說你那個買來的時候初始裝備 跟你退役的時候裝備 如果你完全沒有經過性能提升的話 那你覺得你能夠應付那時候的威脅嗎 要進步的 對 所以美國它當時就決定要出售 一個性能提升的包件 這個性能提升的包件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你看就是這個 這張照片上 AN-APG-83這個先進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這個向位陣列雷達它本身 它其實是一個那個 ISAR就是雷達那個主動電子掃描式的一個天線 這個電子主動掃描天線 跟過去的那個機械式的天線 我們知道現在F16裝的是 APG-66 V3這樣一個天線 它這個APG-66這個天線 它本身是一個機械式 你看就像剛剛前面那段動畫 它前面那個天線它會一直那個轉動 在轉動的時候對不對 那其實你戰機 還有一些空優的一些動作做的時候 那時候它那個機械天線就很容易故障 所以你看換成這樣一個 平面電子掃描式的雷達以後 它這個雷達本身它就不用轉 然後所以你就變成說它本身的這個雷達 那個天線的這個妥善率 就會大幅的提升 外加上我們看到之前的APG-66 它本身不是那個主動電子掃描式雷達 但換成這個APG-83是主動掃描雷達以後 它的電波偵測距離也比較多 大概比現在來講至少多了大概60%左右 然後整體它的那個新的這個雷達 它的這個雷達中央處理器的處理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搭配上第一偵測距離遠 第二雷達處理的速度快 第三由於它是電子掃描式的雷達 所以相對來說 一些原本是比較這個逆中的這種飛機 它的這個雷達解析度也比較好 也比較容易看出來這個那個對方的這種逆中戰機 所以整體來講它的飛機的性能 整體的徵收性能 戰場感知的能力 大概可以增加到2倍到220 也就是原先你的這個作戰效能是100的話 它可以增加到200或220 那另外它其實為了要搭配這個戰機 進行了性能提升以後 美國其實也同步出售了一批空對地的這個武器 還有空對空的武器 那當然給台灣最主要的空對空武器是什麼呢 以F16戰機上面來講 它就增加了就是這個AIM-9 先進的這個響尾蛇空對空飛彈 飛彈新的 對 因為那個先進的響尾蛇這個飛彈 它本身它其實具備一個很棒的一個能力 叫什麼 偏離軸線射擊 什麼叫偏離軸線射擊 也就是說今天我看著正前方 但如果說我發現我的威脅員在我的左邊 或者右邊可能90度甚至90度以外 那這個時候我因為配備了一個 這個更厲害的一個東西叫頭盔瞄準距 它這個頭盔瞄準距其實很貴 你可以看到這個新的戰鬥機飛行員這個頭盔 它第一它把原先就是戰機的 這個抬頭顯示器的資訊 可以直接投影在飛行員 這個飛行頭盔的護目鏡上 所以也因此這個頭盔很貴 這個頭盔幾百萬吧 一台金龜車的價錢一樣 大概140幾萬台幣跑不掉 但是你把頭盔上面這個光照 對不對 加上了瞄準距以後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呢 就變成說你頭轉過去以後 其實相對的你的相關的飛行參數 跟瞄準手續的這些資訊 也全部跟著你這個頭盔瞄準去 一起轉過去 也就是說你這樣的情況下 你這個頭盔就可以幫你完成一個 叫做偏離軸線的瞄準 也就是說原本在過去 你戰機要瞄準對方 大概基本上來說 要在它的我們叫做6點鐘的位置 就是在飛機的那個正後方 當然那個響尾蛇飛彈 具有這個全向位 就是所有的方向都可以打之後 你就不見得一定要在6點鐘方向 但是呢 如果說今天你的飛行方向 假設說你朝震東 但是敵機是在地球上 正北跟正南 不就是剛好偏離你的這個軸線了嗎 在這個情況下 你如果說還要再做一個 那個戰術的動作 然後闖向它的話 那你又花了不少時間 甚至你在轉彎的過程中 你可能被它幹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有偏離軸線發射的飛彈能力的話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頭轉過去 然後藉由頭盔上瞄準 然後完成它的這個射擊解算以後 然後把飛彈發射出去 然後這個時候 飛彈從你的飛機衝出去以後 然後直接會轉個90度 所以真的我的飛彈會轉彎 這個時候AM-9X 它就可以轉彎轉過去 直接攻擊敵機了 厲害的頭盔 對 很厲害的頭盔 加上很厲害的這個飛彈 當然了以F-16戰機來說的話 你說現在它這個飛機性能提升以後 它的這個作戰效能也提升了 但是面對 就是說目前大陸的這個戰機來講 大陸的戰機這年頭 也其實相對來說進步的很多 也很快 例如像你看 他們最近買了這個蘇-35 蘇-35其實說真的 跟F-16V來相比的話 嚴格來講 這不是同一個量級的戰鬥機 那誰比較強 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以空對空的這個機載武器 以及空 以及它這個戰機的這個操控性能來說的話 F-16可能跟蘇-35來相比 蘇-35還略勝一籌 這也是事實 你可以看到 蘇-35可以做這種 你看那個在空中 倒著飛 而且還是用舵轉彎的方式 整個飛機衝上去 蘇-35戰機基本上可以說是 俄羅斯已經將蘇-27戰機的 氣動力外型發揮到極致 它可以做出很多在蘇-27上 都做不出來的一些空戰機動 也就是以空戰的超機動性能來講 那個蘇-35的這個性能 超過F-16甚多 這是事實 那當然就變成說 我們現在必須要靠 我們這個上面這個機載的這個 新的這個 艾薩雷達 跟新的這個空對空的武器 然後來彌補 這兩型戰機 它們本身其實在性能上這個差異 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那當然俄羅斯不但是有蘇-35 它沒有蘇-27之外 你可以看到 它們進來還那個加碼出售 給中國大陸相當多的一些 那個武器配備 例如像S-400地對空的防空系統 S-400我們也講過 它本身是整合了最新的 那個俄羅斯生產的這個防空系統 包括有短程的 中程的跟長程的這個飛彈 雖然說我相信 俄羅斯賣給中國大陸的S-400 也一定會有一點性能上的一些 不一樣 那個縮減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賣武器 給別的國家都會有這種事情 都賣刺激的給對方 都會把那個性能上做一些調降 那但是S-400我相信 攻擊到大概350公里左右的 這個在空機 基本上來說 S-400系統是能做得到 另外當然你可以看到 除了S-400這個大批的出口之外 近年來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購買這個武器之間 其實也重新達到一個高峰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現在 那個自己也在做殲20之外 其實它也 那個另外也跟俄羅斯買了很多的 那個戰機的發動機 或者說空用的發動機 例如像中國大陸 它生產它新的這個運20的這個運輸機 就需要用到俄羅斯的生產的發動機 那當然了 這樣的這個武器的這個銷售 的確會讓中國大陸的空中的力量 繼續這個提升 那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現在除了要把那個F-16 趕快把這個提升案做完之外 其實也要開始規劃我們自己的 下一代戰機 面對就是說 中國大陸持續在那個直跟量的提升上 我們要如何能夠保持雙方一個軍事的一個平等 那以目前中國大陸來說 它接收的這個蘇-35戰機 最新的訊息是 它準備要把這個戰機 部署在這個廣東的戰江 那戰江的這個空軍基地 基本上來講 整個它面對的這個作戰那個空域 鎖定南海 鎖定南海 那是其一 其二就是說 以中國大陸來講 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 它現在已經開始在研發他們自己的 殲-20了 那為什麼他們還要再跟那個俄羅斯 買這批這個SU-35戰機呢 因為畢竟就是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買的最早的這批 這個蘇-27戰機老化 然後它開始刺激除疫 但是殲-20目前來講 那個它已經完成定型 但是呢 還沒有大量的這個量產 也就是說它還處於一個就是 先導量產 然後以及部隊測品的這個階段 所以它中間會形成一段戰力空隙 那這個戰力空隙 就要由蘇-35戰機來把它補足